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 7 分鐘的時間 來聊聊究竟實習該不該被列為必修 你大學期間曾經實習過嗎? 你覺得是學習機會呢? 還是被當作廉價勞工呢? 而若是實習被列為必修,你贊同嗎? 前陣子北京理工大學的裝甲車輛工程系 開設了一個超狂的實習課程 該系分配到了 12 輛坦克 每個學生必須要學會拆裝坦克 並且駕駛坦克至少 10 公里 才能完成這個共計三學份的必修群分 嗯,該坦克看起來似乎是一個蠻刺激的實習 然而實習變成必修,真的是學生想要的嗎? 在談實習是否該列為必修這個問題前 得先從實習制度怎麼出現的說起? 差不多在 90 年代初期 實習制度在美國逐漸興起 目的是為了特定職業、職位工作為基礎的教育經驗 而台灣則是在 1947 年就規劃了 以教師師資培育為主的實習制度 接著在 2007 年開始了以政府為主導 一系列大專畢業後銜接職場的實習規劃 一直到近幾年參考德國雙軌技職教育 在一般大學內設置的實習課程 甚至是海外的實習計畫 因此呢,台灣現在從高中高職到大專院校 很多學校都有實習的課程可以選擇 有的學校根據科技的性質 覺得學生應該要有現場失落經驗 因此會把實習直接列為必修 舉例像是參與學院、科技大學 都是常見會把實習列為必修的學校 好,那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 究竟支持必修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首先,以國外案例來說 澳洲和芬蘭的中學生 他們是把實習必修課程成作 Work Practice 並設計至少兩週的職場見習的課程 這類的工作會讓他們到像是超市 或是農場的地方做類似於打工的工作 藉此去學到和客人的應對進退 做事的方法,並從中摸索出自己究竟喜歡什麼 而以國內專科技職來說 則主要是以參與學院、科技大學、專科院校、高工 會安排像這樣到廠商食作的課程 就像是我們去餐廳用餐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看到有些服務生 掛著實習生的小別針在衣服上 一旁還會有人小聲的知道 有人會說,若沒有讓學生在畢業前 就知道職場的樣態的話 他們之後該怎麼適應職場呢? 還有企業們也是啊 沒有實習過的學生很多都是推啊 那沒有實習過 哪知道自己缺少什麼能力呢? 又有人說,若是實習劣必修的話 這樣畢業就有極戰力耶 履歷隨丟隨重 不只提高學生就業率 還可以提高學校在企業界的知名度 就好比新聞每到畢業季就職槽 就會出現月經文 插大聲就是好用 然後就連結到德國雙軌技職教育體系 用實習課程培養出豪棒棒的學生blah blah blah 諸子之類的去支持實習列為必修 而且對企業端來說 這些孩子年輕 而且又是有經驗的勞動力 還可以省去一些教育訓練的成本呢 另外呢 也有人認為很多實習是沒靠學校根本拿不到的 或者學生根本不知道管要在哪裡 以校方的出發點 大概會認為這些管道這麼珍貴 一定要讓學生紮實的適用一遍 才能學意之用 看起來似乎實習有讓學生做些事學學東西 但仔細想想 如果學校硬性安排好的實習長度跟內容 跟你所期待的不一樣該怎麼辦? 學校的實習與必修 在制定的時候 有跟學生充分溝通 了解學生的期待了嗎? 大家可以想想看 學校能爭取到這個資源跟 學生想不想要永遠是兩件事情 這中間其實少了很多的溝通 而且德國的即職教育體制 堪稱公益等級 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複雜很多 如果我們只是看到別國實習制度的優點就想複製過來 而不去思考台灣的學生究竟想要怎麼樣實習 對學生來說真的是好的嗎? 在這邊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學生是腿暗化 那其實把實習列為必修通常也幫不了他們 天助自助者 我們可以選擇被幫助或是當個廢材 而且你想想 有沒有可能你想要走的是商業開發類 但學校卻把你丟去金融業實習呢? 我想是有可能的 畢竟我們都不一定能念到自己喜歡的科系了 如果把實習跟科系必修綁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想利用剩餘時間去充實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時 將會更加的困難 同時 有的人說實習被壓榨、學不到東西 做跟工讀生一樣的事情 但卻有人說學到很多 宇宙霹靡無敵多 甚至搶破頭也要去實習 這樣超爆強的實習體驗也是有的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 在實習這件事情中 學生需要學習 公司也需要 企業、學校、學生三方 如果能夠一起溝通出對於這份實習的期待 設定達成目標 實習的效益也會大大的提升 同時 在實習課程本身在質量上的把關 也需要透過定期的工作評量 讓學生和企業能隨著時間 調整彼此的步調達到一致 好 現在讓我們回到教育現場 我們的團隊認為 現在台灣的實習比較適合當作學生 因為現在學生階段的朋友 可能都還沒有足夠完整的管道 去了解什麼是適合的實習內容 以及又什麼是適合的實習單位 台灣現在需要逐步建立的 不只是實習的制度完整而已 還包括了企業對實習的認知 那這樣的狀況下 我覺得現階段教育體系中比較適合用提供管道 而非強制學生一定要實習 那學生有更多的選擇權 畢竟出於自願的實習 學生在這個過程中也會比較開心 最後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認為實習不該當必修 歡迎留下你的想法 並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此外 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按下小鈴鐺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在每週七天 每天七點用七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聊聊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 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比!